今天是圣诞节 国内许多地方已经不给过了 再过几天就是元旦 听说在美国的一些民运人士准备集结起来举行一个活动 重新整合一下资源 做一个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配置 不管他们打的旗号是什么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 他们这个举措是对的 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 完全有自己掌握 自己控制调配的资金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 可能是他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 也是比较正面的 相隔没几天了嘛 我也很期待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这个国企 没有一个做得好 我相信未来他们成立的这个商业平台 运作的也不会太顺利 因为这个里面 它涉及到人性 只能说总体的趋势不错 得鼓励 人在国外 可可生生要追求中国的民主 要做一些启蒙的工作 要做一些宣传 尤其是最近几年 即便是再老派的人 从今年的爆料开始 也会尝试提出一个新词 叫什么呢 叫扩散 把一些民主启蒙的一些东西 往群内扩散 微信群 QQ群 推特基本上 能翻墙的 不需要他们扩散什么呢 无非就是郑的名 为自己呢 留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印象 为自己所在的这个派别 加分 这些东西啊 做了几十年 其实除了他们海外的这帮民运 内地里也在做 而且坐在过程中间 出现了一些很奇妙的事 你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大V 在微博上 推特上两头混的 名声都很大 说的话 言辞也很激烈 但是 他们没有过多的被处罚 有的被政府忽视 视而不见 有的呢 拘留十天 拘留十五天 保护性的拘留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大V啊 不是那种大腕 你说真的要是像高童高鱼这样 受过一些处罚 现在年龄比较大了 像李锐 不仅 没办法处罚他 而且还有一些旧情在里面 当政者可能不太好处罚他 包括像任志强啊 这个周孝正啊 这一类的 说话声音比较大 那些言辞也比较 也比较丰富 但是本质上 这两类人 一类人是希望党的自我进化 希望改良 一类人 他本来就是红二代 红三代 他出于保党的这个目的 当权者是视而不见 这很正常 可以理解 我说的仅仅是类的一些 在民主启蒙方面 民生混得比较大 来探望他 跟他之间发生交流的 往往会被判刑 判给一年两年的很正常 就他不办 这种事就比较奇妙了 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 唐步乔刚成立的 这个民主政见 其中有一个副主席 据说是国内的一个作家 按他的推文上的介绍 他在几个领域上 四个领域上吧 都是那种 被全社会所确认的 被公认的一个专家 当然了 这个东西是他说 目前也只是他自己说 我就觉得很不好理解 为什么呢 你这个阵线 要按现在的字面来理解 是王炳章 彭明之后 第三个跳出来 号称要暴力夺取政权 推翻中共极权的 这么一个组织 你的副主席 竟然是内底的一个作家 而且 人生完全有自由 随时可以发推文 这就很难理解了 那么现在海外民运的 这些主导人物 有很多派 有一些民生已经不太好了 有一些民生还行 甚至许多人想批评他们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他们以往的 对推动中国民族的贡献 不太好意思批评他 我没有觉得 谁不能被批评 我也不觉得 我能横鼻子挑眼睛的 指着他们去骂 我只是想提个建议 因为前两天 我在搞一个 全景式的 从清末的 开始的这些追求民族的 各个派别 一直到现在 那么他们是怎么严格的 他们的这个思想 大概分几派 从行动上 思想上 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 可以借鉴的地方 搞这个东西 可能也搞了将近一个月了吧 这个粗稿 始终定不下来 因为骂的人太多 每一个派别 都有自己的问题 他们虽然在中国历史上 为了推进民族 起到了一定的共性 但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也都很大 如同现在 海外的这帮民运一样 只有成功了以后 历史学家 才会为他们涂脂抹粉 现在我们看起来 笑料 比成绩更低 那么这个东西搞不出来的 原因主要还是没底气 我不能光骂 光指出毛病 不开出药方 甚至说我开出的这个药方 也不一定管用 那我就想了一下 在评出他们的这个作为 以及一百年来 他们所相通的地方 在这个视频出来之前 我觉得完全可以 先出一个小东西 就是我现在所要说的 这个东西录下来 不一定马上 我就会放 因为没必要 过两天 有可能还会修改 再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 我也要考虑 那么我想提个什么建议呢 民主派不一定认为 国内的人都比你们蠢 都需要你们去启蒙 你们这种认知是有问题的 中国追求民主的人相当多 包括中共内部的一部分人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参加中国共产党 并不一定是认同他的党章 而是为了什么呢 就像古人一直在说的 学成文武艺 获予帝王家 他要舒展他的政治抱负 他的理念 要救民于水火 要改变中国 要让身边的人亲友 甚至眼界更开会一点的 想让全体中国人 生活得更好 那么他们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你必须得入党 你不管是共产党 还是那几个拍手党 你不入党 你就当不了官 学而优则是 从航空领域也好 其他科学领域也好 进入官场 最后当官的 有相当少 大部分人都是先加入共产党 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混 你要想舒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你就必须要先入这个党 所以党内有杂音是很正常的 他们不见得比你们笨 甚至他们的文字公敌 他们的思想体系 都是很清晰的 国内的民众更是这样 谁比谁笨呢 启蒙这个工作 确实需要有 就相当于陈天华 周荣写的书 他是吹响了一个前期的号角 但是他不见得是最重要的 你就是把目前海外流行的一些思潮 做成视频 把揭露中共黑暗统治的一些内幕 搞成一些文章 搞成一些图片 甚至搞成优寒 去扩散 这个工作 可以做 但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 是要改变 整个内地向往民族的人 他们所日常操纵的一些电子工具 比如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手机 我现在被迫把微信QQ的 这个软件安放在一个手机里面 把推特和油管安放在另外一个手机里面 像我这样做的人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我们不懂外文 我们不能完全使用全英文版本的软件 我们在同样一个手机里面 我们使用了国内的软件 尤其像360啊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 金山独霸呀 包括手机清理的一些软件 在使用这些软件的过程中 地址被定位 信息被窥探 甚至提取 这都是很难避免的 身在海外的这帮人 如果你们要想对中国的民族 进行一个推动 你们完全可以做一下这些工作 做什么呢 做自己的软件 或者说 跟国外的大型的科技公司 购买他们的软件 或者跟他们合作 进行提成 都可以 你们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成一个相对安全的软件 就足够了 不管是在电脑上使用 还是在手机上使用 如果向往民主自由的人 能够采用你们所推荐的软件 那么大家的交流 会变得放得更开 很多话 你不会担心受监控 你不会担心被消耗 那么你就更敢说 你在说的过程中 在交谈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思路 产生一些新奇的恋度 同时也能扩散给更多的亲友 追求民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你现在经济没有崩溃 国家没有处于战乱之中 你让大多数人觉醒起来 或者说让大多数觉醒的人 能够行动起来 你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平台 我相信做这份工作 是有利可图的 往大了说 你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踏踏实实地往前迈了一大步 王小处说 你们跟任何一个科技公司的合作 都会给你们带来效应 它足以养活你们自身 并且能够有结余 作为推动中国民主 改变中国的资金 你们不需要去求任何人 你们和任何一个大的软件公司合作 你们都可以理直气顺地说 我这是在做的一个一项正义的工作 因为需要这种软件的群体相当慢 现在在推特上混的这几十万人 常混的 可能还有一批人 混的时间不是那么长 但是最起码 三体相当能翻出来 它翻出来以后 如果它的输入法是安全的 如果它使用的一些中文软件是安全的 那么它就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你到了一定的人数 有许多人都敢发声 都敢质疑这个政权 都敢揭露这个政权的阴暗面 人数到了一定的时间 它就存在一个量变与质变的问题 当我们每一个人敢于发声的人 都不再隐晦自己的姓名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住址 自己的家庭 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 这个政权 他就会担心 该担心的就不是我们了 而是他们 我只是一个建议 我希望有心人能够抽时间想一想 看看这个建议 有没有商业用作的可行性 如果有 我会感觉到很欣慰 我们不得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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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